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2款护肤品 那些护肤品我都有摆到后面 有些是新产品 刚刚推出 或者有一些是还比较贵价 但是有很多人种草的产品 我最近的皮肤状态非常的稳定 其实我一会儿给你们讲到一些 就是让我的皮肤变得非常稳定的一些产品 我觉得你们会很感兴趣 护肤品跟美妆品是不一样的 护肤品更多是要听 就是我怎么样子去介绍它 怎么样去说它 然后到夏季 我的皮肤是属于混合偏干 我也会出一点点油 但是我的护肤品主要还是以保湿滋润 然后加上有一点初步的抗毛 虽然我不想承认这个事实 但是我也是现在开始慢慢慢慢 开始使用眼霜啊什么什么的 所以今天也会给你们review 关于眼霜有一点初步 antiage之类这样子的产品 好吧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review的环节 讲一讲我最近用的护肤品吧 现在先给你们讲这个 种草了很久 而且我是去Sephora要了小样 然后把小样全部用完了 我才决定要买的 因为这个cream本身并不是非常便宜 Tatcha的叫做water cream 你就看这个霜 它上面有一个这样金色的 一个小瓢瓢 它有一个小勺子圆圆的就圆吨吨的一个瓶子 就很好看 上面有一个这样的小抽环 你们看 然后你把它这样拉出来 它就像是一个小礼物一样 我就觉得它这个牌子的包装做的特别的漂亮 是有一个这样的小勺子 它不是特别松也不是特别紧 不会说你每天拿出来很困难 Tatcha这样的东西真的不便宜 这一个霜要82刀加币 反正这个霜是一个非常轻薄 适合夏天来用的一个清爽的一个日霜 叫做water cream 其实顾名思义的就是它打开之后 像水凝胶这样子质地的一个东东 它就这样挖一点点 然后放在你的皮肤上面 它抹开之后 它会迅速地像融成水珠 它就会变成水珠 如果你没有试过的话 你第一次用这种霜 你会觉得哇怎么会这样 它的主打功能是refreshing和anti-aging 清爽的保湿 并且有一点点初步抗老的功能 那你们可以看 它的质感是非常非常的轻薄的 它的香味 就让我想到好像你坐在竹林里面 然后你泡上一杯清茶 那种感觉 它非常天然的 像是那种竹林的那种味道 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 使用感和滋润度 我都觉得蛮够的 也不会很闷 然后唯一的缺点就是 它真的有点贵 这一瓶霜 我觉得真的 我买它51% 我要承认啊 51% 相信它长得漂亮 它的使用感 还有心情会变好 如果问我真的值那个80刀吗 就论产品本身 我觉得它跟我三四十刀 我很喜欢用的水瓷长面霜 再用起来 我都觉得都很好用了 但更多的是 因为它的包装 还有它整个产品的理念 接下来我想跟你们 review的是这个健康水 这个健康水 应该对所有人都不陌生了 就是这个Albion 奥尔明的健康水 我买的是一个这个中瓶的 其实说实话 我以为我自己 永远都不会需要到这个东西 我知道 我其实很愿意承认这个事情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 我皮肤很稳定 然后皮肤也不长痘 就自己一直处一种 自我良好的一个状态 但直到我三月份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时候 其实有很多人 都在我视频下面留言 说因为你皮肤变差了 其实是的 我会给你们 我不想给你们看这样的截图 我不想给你们看 当时我三月份 做一个视频的时候 当我离的那个镜头 非常近的时候 你们可以看到 我的额头上面 就是用粉底液都遮不住 因为那个时候 三月份正好在换季 我的皮肤非常敏感 起了特别多小疹子 很有三五天 就是我的额头上面 然后包括我的这个脸下面 就这个脸颊 这个地方 长得特别多 又痒又刺的那种小疹子 透明性那种东西 我很着急 不知道怎么办 我还有就是拍照下来 就是有点可怕的那个照片 真的是这个东西 它真的救了我的脸 救了我的命 其实我买的这个 是110ml的 放了一半 我一共用了七次 我真的是没有吝啬 就是到很多 到那个湿敷的棉上面 要来用它的 我觉得它真的非常非常有用 就至少对于我来说 因为我是第一次用它 我就湿敷它 我在睡觉前就湿敷它 敷个十来分钟 它敷到脸上 那种凉凉 清清凉凉的感觉 然后我就去睡觉 我当时用了第一天 然后第二天 我的皮肤就没有那么狂躁 就没有那么痒痒了 然后到我第二天第三天 我一共连着湿敷它 敷了五天 皮肤慢慢慢慢 我已经下来之后 我就没有再舍得 我就没有再用了 因为很多人说 不要天天都敷啊 我会有依赖性 过五天之后 我的皮肤真的就是 整次那些小包包 慢慢慢慢都平敷下来 都平静下来了 然后也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然后我皮肤也不再长新的了 我真的觉得 这个东西对我很有用的 很多人也许会问 除了这个之外 你还用什么 你们有没有 就是在皮肤特别敏感 特别难受的时候 你什么那些带香味的 或者是那些很滋润的 什么那些霜 你都不想用 就想用一个完全无味 就是无刺激的那种东西 所以当时我用了 就是大葡萄的 那个冰淇淋面霜 我把那一整只都用完了 我现在已经没有了 因为我扔掉了 我会放一个解脱在这里 我就是把这个 我先湿敷这个 然后我再擦冰淇淋面霜 然后我会再点 那么两三滴哈巴 那种油 清醒地拍在我的脸颊上 就就That's it 我的护护有成就完了 就在我换季敏感 皮肤长疹子的时候 就这样 真的有用 那就很多人跟我一样 当皮肤特别狂躁的时候 你就想 就是go for minimal 就是用的最少越少越好 你不想放那么多东西 在你的皮肤上面 最后想跟你们讲 两款水类的产品 就是我近期 每天都在用的东西 现在讲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 大名鼎鼎的东西 蘑菇水 菌菇水 大家可以这么叫它 叫这个东西主要的功效 就是消炎镇定 然后它也有滋润的功能 跟你们讲 我觉得这个东西 真的很好用 我又跟你们说 这个很好用了 我用它 因为我现在皮肤 也没有长什么疹子 但是我用它 我还是很喜欢 它闻起来 真的是有一种 那种草本草药味 然后你看它就是 一个透明的这样的水 啊 它流下来了 我给你们看 就我的脸上 现在真的什么都没有 我现在皮肤真的 现在达到一个 非常好的状态 我觉得跟它也是分不开 因为我每天晚上 我都有用这个 晚上就这两个月以来 我每天晚上都用它 然后我会倒一些在手里面 然后我用手掌这样子 捂住 捂一下之后 直接就这样按在脸上 我不会这样拍 我就会这样按在脸上 慢慢的按进我的皮肤 我是这样子来用的 然后按完了它之后 我会把它做第一步 然后之后我会上一个精华 然后再上我的面霜 Anyway 我会这样子来用 我感觉我的皮肤 非常喜欢这个 因为这两个月以来 我的皮肤非常的稳定 虽然我现在不是痘痘肌 也没有长那些小疹子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 它让我的皮肤 特别的稳定 我也能理解 大家喜欢它的理由 我非常喜欢它 然后接下来讲这个水 这个水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给你们看 它是这样子的 它是Neogens的 一个叫做精华前导水 这样的一个东西 Skin warming up essential treatment Neogens这个牌子 是一个台湾的医美品牌 它在这边就是大桶华 我们这边大桶华 就是那个超市里面 是有的卖的 官方名字叫做 渗透前导精华水 它是那种水油分离的嘛 所以你把它弄 就是把它摇匀之后 它就有一点水水油油 那样子结合的质地 这瓶水其实特别有名 但是我觉得我在阳光下放久 它的颜色变了 原来上面那一层 就是那一层油是黄色 就明亮的黄色 现在它的味道 和它挤出来 就倒出来的感觉 所以你们如果要是买的话 你们千万不要把它 在太阳下面放了晒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消肿 加上省肤 然后它是有一个按摩的手法 去配合用这个 它是水油的嘛 所以它会有一点油润油润的 所以它很适合用来做按摩 我之前有出过一个 就是按摩瘦脸的那个视频 有很多人都坚持用 还有给我update 都是很有用 是真的如果你坚持 就是每天就按你的脸 你的脸会小一大圈的 没有那么神奇 没有像那种用的机器一样 你的脸不哭 它里面有咖啡因 咖啡因你们知道 是有一种去肿消肿 加上清爽就爽肤的一个功能 很多护肤瓶里面 都有添加咖啡因这个成分 然后攒了好几个月 然后攒过来跟你们说 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早上起来 做那个按摩护肤 真的很舒服 只是我觉得油皮 混油皮不会喜欢 因为它有点 所以你用完之后 脸还是会有点油油的 就像你用了一个面油 在脸上一样 对我来说就是很适合我 我觉得不错 现在我想跟你们说 这个牌子的东西 一个是他们家这个喷雾 另外一个是我之前买的 这个是thermal cleansing balm 这个是一个卸妆 这个黑色的温泉水的卸妆膏 它俩是一个牌子的 所以我想一起来说 是一个我觉得 好像没有特别多伯主 喜欢这个牌子 但这个牌子在 多伦多的HR 或Rambro有的卖到 就这个牌子是一个高端的 匈牙利的一个护肤线 它主打的都是用 匈牙利的皇家 spa 温泉水 矿物质 这样子的元素 这个东西的名字就叫做 Queen of Hungary Mist 它是匈牙利 叫做直番 就是匈牙利皇后水喷雾 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是他们家的一个明星产品 它的水雾喷出来 你们看 看到吗 非常的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就非常的细 我看到脸上给你们看 你就这样 我觉得这个喷出来 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 人生正在做一个 矿物泥的spa 淡淡的音乐包围着 所以它这个牌子 就是使用感 它的味道 都会把你带入那样的意境 就真的很像 我之前在国内 跟我妈妈去做那种 高级的spa糖 那种感觉 我其实还蛮喜欢的 因为我放到桌子上面 就有时候 我剪几 剪好几个小时 让它的水雾 就这种非常非常细密 我觉得还蛮舒服的 但它的缺点就是 它真的太贵了 这瓶东西要100刀左右加 就还蛮贵的 如果让我真的去评学的话 你们记不记得 我之前很喜欢 那个大葡萄家的那个喷雾 你要选一款喷雾类的产品的话 我可能自己 如果让我去回购 我会去买这个 因为我觉得它比这个 比这个要便宜很多 而且约有就是这个东西 嗯 我想跟你们说 我不喜欢这个 这是我三月份的购物分享 给你们分享过的 就在Fu Unique上面买的 矿物泥的这个cleansing balm 是一个卸妆膏来的 带一个这种spatular 这样子的 然后闻起来 它现在闻起来 都有一种非常高级的 那种spa的那种温泉水 矿物泥的感觉 主要的功能是卸妆 跟它的这个 它自己自带的这个卸妆精 使用的 听起来是不是很不错 就是用这个 然后卸妆精去擦脸 用这个东西真的不下十次 十多次 因为我一直想要给机会 想要知道大家为什么会喜欢它 先把这个东西按摩至全脸 然后把你所有的彩妆都给溶掉 然后就这样子 你看 就把它这样擦掉 首先它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本身的质地 像油润 但它跟水完全不会溶解 完全不会乳化 所以你能做到 只是把它擦掉 但它的residue 就它留下的东西 非常油油的 油油腻腻的那种感觉 你就觉得 跟我以前用的所有的卸妆膏 它至少会 浴水会乳化 会溶解掉 但这个用完之后 你的脸就是特别油 你就要即刻用一个洗面奶 把那一层油油的东西 给它洗掉 它本身这个产品用完了脸是不清爽的 再说一下 它里面配了这块小布 它这个布本身有点厚厚的 如果你天天用的话 它不会每天都干得那么彻底 它久而久之后 就会凹掉了 有点凹掉 其实我浴室也不是一个封闭的 我每天是开着门 也会通风的 但如果你天天都在用它的话 你把它拧干了 它也就是到你第二天晚上用 它也不会完全干透 3号就让我觉得 不是很干净 不是那种卸完妆脸 很舒服清爽的感觉 就是一个让你的脸 变得油油的一个卸妆膏 那如果你想 你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觉得就是它卸妆 反正如果你要洗脸的话 那也许你会喜欢这个产品 你们不要觉得我太挑剔 但这个真的是我自己每天日记 就我每天使用感受 就我觉得不方便 当然不舒服 也觉得不是很干净 所以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产品 好 接下来跟你们说一个喷雾 这个喷雾已经要用完了 这是Julic 就是Julico这个牌子 他们家的喷雾 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牌子 这是他们家这个玫瑰喷雾 这个喷雾 我觉得很舒服很好用 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 有点鸡肋的产品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每次喷面部喷雾 我会比较喜欢有爽肤 或者清爽 因为我喷面部喷雾的时候 一般都是有点疲惫 或者有点比如说 对电脑对了很长时间 是我自己个人的偏好 我比较喜欢清爽 就是refreshing的那种喷雾 那它是一个 玫瑰的保湿型的喷雾 它喷起来是那种 有保湿感的玫瑰水的那种感觉 看出来也是这种非常 你们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细密的这种水物 它的玫瑰的味道 非常非常的浓郁 能够到一种 非常香的那种玫瑰的味道 但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 比较鸡肋的产品 在喷雾之间 很难去变好坏 现在玫瑰保湿喷雾 也蛮多的 然后我也觉得 不是一个必备品吧 它不是说它不好 只是我自己做 没有特别的喜欢 接下来想给你们 review一下这个眼霜 这个眼霜 这是我第一次 在我频道里面说 关于眼霜 眼部护理的东西 就是这个 这个是我最近 在使用的一款眼霜 这个是Ole Khundrickson的 叫Ultimate Lift Eye Cream 它是一个这样 蓝色的一个包装 它现在换了新包装 我会放上图的旁边 给你们看一下 如果你们去买的话 不要买错 它现在换了新包装 这里面的东西 都是一样的 它换了一个包装 换了一件衣服而已 眼霜呢 是叫做一个 Lift Eye Cream 它是一个主打抗劳功能 它虽然是抗劳 它是这样子 然后你把它抹开之后 它是比较清爽 我之前买它 是因为我在店里面 是我在Sephar里面乱转嘛 在我现在眼中 还没有什么细纹 但我想要就是找一个 初步的滋润 又初步抗细纹 这样的一个眼霜 它的评价非常好 我就买了它 它的价格也不是很贵 它的味道是这种 非常清爽 非常清爽的黄瓜味 所以我当时对它的好感度 up up 我很喜欢那种 黄瓜清爽的那种质地 然后确实它上眼睛 非常的好推 它的质地呢 其实不是非常非常滋润 它是属于比较清爽型的润 是属于轻薄和滋润中间的那种 让你感觉比较清爽 那种滋润的感觉 不知道你们能够听懂 如果你跟我一样 是一个眼霜世界的初步探索者 然后如果你又想找一个 清爽好推 是个夏天用的眼霜 你们可以试一试这一款 但是如果你要是真的问我说 啊 连尼 这十种眼霜里面 哪一种最好用 用的眼霜其实不多 但这个我觉得还不错的 我觉得用的还蛮好推的 啊 说着说着 刚刚忽然没电了 然后我就下楼买了个咖啡 现在身体超好的 身体超好 但我想说的是两个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现在在网上 已经蛮火的了 有越来多人开始关注这个牌子 这个就是Drunk Elephant的这一套 一个是他们家这个 维C的精华 很多人说这个维C精华 什么维C不要早上用啊 反而会什么 让皮肤更黑什么 没有 蓝家这个精华 专门就是设计的 就是for daytime 就是日间使用的 然后这个牌子 我觉得是看了护肤博主 叫做Gothamista 是我最近关注的一个护肤博主 他讲护肤品真的讲的特别的好 把这个牌子的一切成分 都做了个剖析 所以刚才真的给我种草了 然后就买了这两个 然后我现在也有在使用它们 这两个东西 我经常把它早上来用 这个 这个是最口碑 就是最多人推荐 大家很有用 这个是个维C美白的精华 它里面有添加15%的 叫做L-Ascorbic Axis 它是一个酸类成分 就它这个牌子 很主打的一些酸类啊 各种成分 但它的配合的比例 都是通过精密的计算 这个我其实我用下来 我对它的使用感受 我不是特别特别的喜欢 使用感受我觉得不好 但是效果我是能看到 效果我的皮肤就是通透 变得明亮 是4月份Safor打折的时候买的 然后我整个5月都有在用它 我觉得我的皮肤 是有变得比较通透 比较明亮 有酸类的就是维C成分 所以它能够帮你皮肤 去抵御一个紫外线的侵害 所以这个东西 是比较适合夏天 因为不仅仅你要擦防晒霜 你的皮肤也要做好 去抵御的功能 这样子的一个瓶口 还有一个twist 就是你在用的时候 把这个这样子悬开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挤出来了 它是有用的 但是我先跟你们讲 它的使用感不怎么好 你要按摩一段时间 你才会感觉到 它会被皮肤去吸收 就它其实有点闷闷 它是有点那种油润油润的质地 它并不是一个 就在使用感而言 我甚至还觉得 这个使用感有一点 就有点难用 就有使用感受 就觉得 因为有点闷你知道吗 就厚厚的感觉 跟不吸收 有点油油的 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黏 然后可能你上完这一步之后 你要让你皮肤静置那么两三分钟 它会慢慢的感觉 它会沉膜 就没有那么黏 就干掉一点 因为本着你用它的话 我觉得还蛮黏乎乎的 但这个东西本身的设计 还有它的作用功能来说 我觉得是有用的 它真的让我觉得 我的皮肤变得更透亮 更透透了 然后另外我想讲的是这个 这个叫做Be Hydra 就是一个hydra gel 它是一个保湿凝露一样的 它也是这样的设计 就这样悬开的 如果你们种草drunk elephant的东西 其实我建议你们 如果要买的话 买那种美白的 你就买这一支就好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呢 它的替代产品非常的多 那么同类 我觉得你就不值得花60多刀 去买一个 只是保湿的一个凝露 你们懂我什么意思吗 像它用起来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 就是一个白色的 一个透明的这种凝胶状的质地 你们看到吗 它是比较水润 比较薄的那种 它主要主打保湿凝露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要买的话 我还是比较建议 你去投资他们家这个精华 它贵 但是它真的是有用的 这个我觉得 它同类的替代产品 还蛮多的 60多刀 我相对来说 就觉得没有那么值得去买 它表现平平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记忆点 就没有觉得 它一定要买一定要买 这个就还好 那如果你想要配套买 可以买一只这个 但如果你单独要买这个 我就觉得 不用花那么多钱 去买一个 只是保湿的一个保湿凝露 对 好了 好了 今天视频就做完了 我这个手上真的是 抹了非常多 非常贵的保湿品 现在感觉 手里面变得非常光滑白 我不是一个专门 做护肤累移的膜乳 我也不是特别 就是懂那些成分 我只是就用我自己的 就是实用感 给你们一个 我的实用心得 如果你觉得 今天这个视频 对你有点用 有点帮助的话 麻烦你给我点个赞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好 那就是这样 那么下个视频再见 愿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拜拜